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4月30号星期四 有网友昨天转来视频 长白山地区已经下了10天的大雪 雪的深度有2米多 4月29号的长白山大雪已经下了10天了 这是这么多年 长白山历史四月份第一次下这么大的雪 看到最深的地方已经达到了2米多深 这个地方就是门口 大雪刚才已经封门了 好不容易出来的 按照24个节气来划分 再有十来天 就是5月8号前后就进入夏天了 这个时节下这么大的雪 就是这个雪现在停下来不下了 那它的融化的进程也至少需要几天时间 真不知道农民种的那些庄稼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很多人可能注意到了 自从进入2020年 中国大陆不正常的情况是接连不断在各地发生 有的地方在正月里打雷下雪下雨下冰雹 有的地方发生爆炸 有的地方是火灾 有的地方阳春三月大霜冻等等 上网查阅资料会发现每逢庚子鼠年 似乎都不是太平年 在中国民间流传着庚子大坎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说每当年份轮回到庚子年的时候 自然灾害就会多 突发事件就会频繁 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除去中共通报的 中国大陆的染疫情况 中共病毒已经在全球感染了315万4500多人 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22万4200人 这场瘟疫所造成的损失 已经不能单纯用数字来计算了 因为每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 昨天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记者会上 再一次批评中共政府缺乏透明 他呼吁北京当局允许美国和国际社会 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调查 前天 法国媒体在文章中 直接使用了中共病毒的说法 并且指出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是这场瘟疫的责任者 应该对这场瘟疫中的三件事负责 现在中共已经是四面出戈了 昨天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病毒疫情 特别工作组的成员一起 在白宫会晤了路易斯安那州州长 约翰·贝尔·爱德华兹 川普告诉记者 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不满 他们从美国拿钱却以中共为中心 川普认为世界卫生组织 现在是中共的传声筒 现在他们真的就是中共的管风琴 川普指出 美国很快将就世卫组织的问题提出建议 接下来将有与中国有关的建议 川普没有说明美国针对世卫和中共的建议 分别是什么 但是我们根据最近 他对世卫组织和中共的屡次批评 并且支持美国各州起诉中共来看 应该可以判断出 这些建议很可能跟制裁有关 大家知道4月14号 川普已经给世界卫生组织断奶了 那么下一步建议会是什么呢 世卫党支部会不会解散呢 然后重新组局呢 但不管怎么样 估计这个谭书记可能都得回老家 那么对中共方面的建议会是什么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蓬佩奥的话中得知一点信息 昨天烧岛时候 蓬佩奥再次对中共进行了批评 他指责中共没有透明度 同时散布虚假不识的信息 他还向北京当局呼吁 希望允许美国和国际社会 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调查 蓬佩奥说 美国很担心中国内部的实验室 他说中国共产党对于那些实验室 出了什么事并没有河盘脱出 他认为呢 中共仍然是在继续隐瞒病毒的相关资讯 不让美国专家得知 这位川普政府最高外交官直言 中共隐瞒病毒资讯是不对的 这对世界不断构成威胁 他说我们需要彻底了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北京当局要想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 他认为就必须拿出透明度 蓬佩奥指出 有很多实验室今天 仍在中国境内 从事着传染性的病原体的研究 人们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按照 防止这样的事情 再度发生的安全等级来运作 他强调 记住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遭遇来自中共的病毒 美国的强硬态度 对的中共非常难受 昨天美国确诊总数已经突破了100万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马上推文 说美国政府对不起美国人民与全世界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 人民早就闹革命了 胡锡进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已经开始挑动美国的民众了 难怪川普在今天的推文中表示 中共不想让他连任 会竭尽所能让他输掉选举 但是网友们看得很清楚 只用了一句话 就把叼盘侠给怼了回去 胡先生说的没错 中共当局害怕人民一旦知道真相 就会造反 这就是中共在疫情数据上造假的原因 另外胡锡进23号还针对各国向中共索赔 写了一篇文章 说向中国索赔 美国司法也在流氓化 网友说这个也字用得好 这说明了多少问题呢 胡锡进很清楚中共是流氓 也知道自己是狗仗人士都乱咬 那不仅如此 连续几天中共的央视 对着蓬佩奥个人进行攻击 央视女主播在新闻中骂蓬佩奥 挑拨离间 干扰国际公共卫生合作 破坏团结 甚至还说它是散播政治病毒的人类公敌 中共的表现让网友觉得好笑 有的嘲讽说 央视开始泼妇骂劫 炮火也全开 不愧西朝鲜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有的说蓬佩奥打中了中共的七寸了 痛得他直跳脚 故直接拿出泼妇骂劫的砍加本领 还有的说 骂来骂去都是这些笼统的字眼 勾胆把蓬佩奥质疑中共的问题 一条一条列举出来驳斥 中共的各种表现 并没有阻断美国要调查 中共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脚步 蓬佩奥敦促每一个国家 敦促所有美国的合作伙伴 都对中共提出要求 调查中共的实验室 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确保那些针对复杂的病毒和病原体 从事科研人员的工作方式 不会造成风险 事实上 美国的三大情报机构 已经在行动了 白宫发言人吉德里表示 就像川普总统所说 美国正在彻查此事 他说 了解病毒起源的重要性 不仅在于有助全球应对这波疫情 也告知相关单位迅速行动 对未来传染病爆发 未雨绸缪提早做好准备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报道说 白宫在上一周 已经部署了特殊任务 报道引述一名知情官员的说法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 国家情报局DIA 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都已经接到了指示 对中共病毒疫情进行彻查 美国敦促国际社会调查中共 这是有国际共识的 前天 《法国观点周刊》 刊发一篇社论表示 中共是后奥威尔时代 党控制着一切 文章指出 这场疫情已经证明 专制模式可以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 习近平领导的中共 以牺牲我们的自由为代价 因此要建立一个 适应专制权利的国际体系 社论指出 这场肆虐全球的病毒 没有国籍 没有肤色跨越人寿界限 这个杀死了全球20多万人 击垮世界经济的病毒 不是中国病毒 它是共产病毒 中共病毒 文章指明 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 就是这场瘟疫的起源 和扩散的责任者 他们应该在这场瘟疫当中 对三件事负责 第一就是 不顾2003年SARS显示野生动物的危险性 放弃执行禁止贸易野生动物的规定 放任市场买卖活的野生动物 人寿混杂 给疫情的生发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就是 疫情发生之后扼杀有关信息 并惩处勇敢的吹哨人李文亮等8位医生 在共产政权的恐惧下 地方当局长时间不敢对疫情发出警报 即使现在公布的死亡人数 也仍然值得怀疑 第三就是 中共削弱国际抗疫合作 还散播假消息 试图甩掉自己的责任 甚至声称病毒可能是美国制造的 作者吕克·德·巴鲁奇还在文中表示 当代中国是后奥威尔时代 一切都被中共完全控制 而这样的专制治理模式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文章最后还评论说 长期以来 西方人一致认为 经济全球化将让中共政权走向自由和民主 然而这个想法是多么的错误 在习的笨拙的领统治下 中国出现了大跃退 同时威胁着全世界 这场疫情之下 许多国家实施了封锁 使企业陷入了现金流困难 很多企业在还债困难的情况下 正在准备把企业卖掉 而这似乎正是中共所希望看到的 可以趁机出手收购一些西方企业 尤其是那些具有战略性领域的企业 中共宣称收购是多方受益的企业行为 中共在各国忙着抗疫的时候收购 这在德国和印度等国来看来 是趁火打劫在朝底 所以纷纷出台措施 收紧收购政策 保护国内企业免遭非欧盟国家的有害收购 矛头直指中共 德国政府4月8日表示 如果一笔非欧盟国家收购 可能危害公共系统或安全 必须经过审查 并且还计划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要求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生物技术 还有量子技术等领域的 任何10%或以上的股权收购 需要进行披露并且要经过审查 除了德国 很多欧盟成员国也对中共资本越来越警惕 欧盟市场竞争事务 与反垄断委员维斯塔格公开建议 欧盟成员国政府 应当适当的购入欧洲企业的股份 以避免在疫情冲击下被中共资本收购 英国议员戴维斯也在近期表示 英国政府应当寻找各种机制 避免想象技术的技术基础转移到中国 欧洲正在呈现一种趋势 对中共的戒备是越来越明显 正在一点一点的去中共化 而这种趋势在印度也有明显表现 疫情肆虐后 亚洲的印度紧急出台措施 要求来自接壤国家的直接投资 需要先得到政府的批准 很明显 中国是与印度接壤的 印度的这项紧急措施 就是冲着中共制定的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陈琳对BBC表示 这对中共而言 未来几年外贸和投资将面对很多困难 并可能转化为国内问题 南卡大学爱肯商学院讲习教授 谢田认为 中共一次次的表现 已经让世界都看清了中共的流氓本质 肯定对它越来越防范 逐渐走向去中共化 中共最终可能不得不闭关锁国 因为没人愿意陪他玩 谢田表示 这种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了 从世界各国向他追责索赔的进程中 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他的盟友都翻脸了 说到这儿 想起了一段网文 说中共墙外没有一个朋友 墙内全是敌人 文中写道 对内你拿着枪抢地收钱掠夺资源 对外你拿着钱奴言必息买朋友 却在国际上孤家寡人 连你的穷亲戚朝鲜吃喝你 都不给你好脸 你丢了墙内的人心 墙外没有一个朋友 家里全是敌人 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讲到了现在新的八国联军 已经形成了 美德 英澳等八个国家 已经把中共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进行赔偿 我们估计索赔的国家 可能还会增加 今天就收到一位网友的来信 他认为最应该向中共索赔的 是我们中国人民 网友在信中表示 看到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向中共索赔 有一点小小的激动和兴奋 因为这使我看到了共匪灭亡的小希望 网友说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最多应该 向中共匪索赔的人的话 那么我们中国人民是首当其冲的 中国人民是最有话语权的 我们中国人民最应该向中共匪索赔 网友写道 因为我们中国人民不但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而且还承受了由共匪的愚昧与不知 招致的世界各国人民的骂名 诽谤 歧视 侮辱 甚至是人身攻击等等 所以说 最最应该向中共匪索赔的 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网友认为 这次承受了巨大损失的湖北人民 每人向共匪索赔3000美元 中国各地其他人民每人索赔1000美元 网友还特别指出 以上人员均除去共匪集团的成员 共产党员 政府官员 公务员 警察 军人 小区红袖标等等 对于网友认为的中国人民 最应该向中共索赔这一点 应该说是没错的 但是对于索赔的金额 我不知道网友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 我只想说 在疫情中幸运活下来的人 可以有这个机会向中共索赔 但是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 对他们公平吗 那么那些被中共病毒吞噬的生命 他们又怎么办呢 这些损失和创痛 金钱是不能完全平复的 中共在70年当中干了那么多的坏事 光索赔远远不够 必须要让中共向中国人民 向全世界人民谢罪 然后彻底解体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公共区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订阅和点赞 同时推荐给您周围的朋友 金正恩仍然受到许多人的关注 今天终于有政府人士出面 证实了他的情况 在今天的会员区 我们就来聊聊这方面的事 也会说说武汉知名作家方方 被小粉红们围攻所引发的思考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